1999年的秋叶园女仆业界 受乱时和女仆星人两大集团崛起 势力难分不重 虽然店铺之间偶有纠纷 但表面依然维持和平 然而15年前因为纷争服刑的万年兰子出狱 重新做起了女仆 复出第一天就歼灭了敌对集团的女仆咖啡厅 又袭击了地下赌场和格斗俱乐部 甚至还对同派系的店出手 一触即发的局势下 带领女仆星人崛起的主要人物 曾被称为赤红超新星的女仆 即将回到秋叶园 监狱大门打开 手下恭敬的为出狱的爱美献上红球棒 爱美一棒子打碎车窗玻璃 就这喧嚣的风回到了女仆星人的总部 在她服刑期间 老代表已经去世 女仆星人现在的代表是宇桓 她当上老大之后 女仆星人的营业额翻倍 店铺也直逼受乱时 爱美问起怎么不见比心小约兔的人 宇桓表示已经被受乱时下层的人干掉了 她招呼爱美坐下吃饭 现在已经不是武刀弄枪 挥舞球棒的时代了 真没想到 爱美丝毫不给她这个代表面子 直接动手砸了她们的摊子 就是因为她们这群废物 女仆星人才会被小看 被侮辱了还若无其事 这算什么女仆 爱美威胁宇桓 把比心小约兔的事仔细说给她听 很快 说乱事的老大就收到了女仆星人的问罪函 倒霉店长被叫到了总部 断了比心小约兔也就算了 居然连同派系的绵羊咖啡都不放过 她们是要造反吗 老大让她们自己去找女仆星人解释 比心小约兔的事 做不到的猪就没必要活在秋叶园了 爱美本来扛着球棒去找囤囤兔的茶 却看到楼下开的老式拉面店 于是决定先吃饭再说 正巧兰子也在里面吃午饭 爱美对这种老式拉面也非常怀念 两人聊到了一块 爱美还请兰子喝了酒 可美上街发传单时 发现女仆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内拉说自从赤红超新星回来之后 她们女仆星人内部的方针就改变了 据说是为了实现秋叶园大爆炸 要除掉爱事的人 说不定还会和兽乱氏集团开战 何美很难过 因为她还想要和内拉一起做朋友 这时店长回来叫做了何美 召集囤兔兔的女仆开会 现在她们要靠自己想办法对付女仆星人了 她们被总部舍弃 对方又是和兽乱氏并肩的集团 不跑路就只能认错道歉 兰子提议直接把女仆星人的老大干了 虽然现实 但毕竟是集团首领 周围肯定戒备森严 而且她们连首领是谁都不知道 何美想起内拉说的赤红超新星 如果她们一起去道歉 说不定可以获得谅解 结梦打断了她的提议 她知道何美讨厌暴力 但是她有没有想过 为了保护不会战斗的她 就可能会有人牺牲 何美很失落 她不想和朋友战斗 店长表示 那好说 她们成为姐妹不就好了 女夫之间宣誓后交换名牌 互相结拜成姐妹 姐妹是女夫之间的情谊 和她们所属的集团无关 店长表示 如果何美想要结拜 她可以来当见证人 何美很心动 但是睡觉的时候 男子却告诉她 和其他派系的女仆 结拜为姐妹很危险 根据她的经验 姐妹的情谊并不是绝对稳固的 原来男子曾经也有过姐妹 是和她同期敬天的 非常优秀的女仆 但是却因为观念不合 决裂了 受乱是和女仆心人是敌对的 不能保证内拉不会袭击何美 但即使如此 何美也想坚定地站在内拉那边 第二天何美拉着内拉 和她说了结拜姐妹的事 即使分属不同派系 她也想和内拉成为好朋友 内拉答应了 两人在拉命店老板和店主的见证下 互换名牌结拜为了姐妹 而爱美那边 也准备对囤囤囤下手了 但是对于爱美的激进派 女仆心人的干部们都不同意 他们认为为是现状就好 这让爱美对这些怂包非常生气 而在何美和内拉结为姐妹之后 系店长也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利用内拉获取女仆心人的情报 这个做法让大家非常不齿 何美也非常的生气 但店长说的没错 如今也只有这一个图不口 结拜为姐妹的第二天 何美和内拉相骨无言 还是内拉掀开的口 说最近他们店里要举办洋桃节 随后借着调传单的机会 将她听到的女仆心人要袭击囤囤 借此挑起和受乱士战争的事 夹在纸上递给了何美 这属实是帮了他们大忙 但何美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警察接到了匿名信报 说女仆心人要和受乱士开战 于是去拜访了何美 最后这事还是花钱摆平的 这让爱美非常生气 到底是哪里走落了风声 他让手下马上把性命的老鼠揪出来 而那个提供信报人 其实就是内拉 自从内拉给了何美情报之后 何美就再也联系不上内拉了 这让他非常担心 于是兰子每天都陪着何美在外面散步 一方面寻找内拉 一方面提防女仆心人对他们动手 而很快爱美也发现了内拉这个叛徒 何美一直找不到内拉 没想到拉命店的老板居然知道 内拉在什么地方 原来内拉因为背叛 已经被女仆心人四处追杀了 何美好不容易找到了藏起来的内拉 她很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内拉才会背叛 但内拉却说 是她自己想这么做的 她会贯彻自己的女仆之道 而就在这时 爱美居然也找来了 内拉把何美推到身后 拿出了一把刀 她会自己和爱美做个了断 男子准备拉着何美离开 这是女仆心人内部的事 他们不能插手 爱美看到男子居然是敌对集团的人 不免有些遗憾 他们明明还挺合得来的 内拉根本不是爱美的对手 被打得很惨 何美请求男子救救内拉 不管是什么集团 内拉都是她的姐妹 但男子最终没有出手 内拉中枪倒在了何美面前 在爱美手下举枪对准他们的时候 男子这次要准备反抗 不过爱美不准备 现在就动手 她嘲讽何美只会哭 这样也算得上女仆吗 爱美让他们做好准备 战争已经开始了 内拉最后死在了何美怀里 她希望何美永远不要改变 继续做这样的女仆 内拉死后 何美就离开了囤通透 枪杀事件过去了一周 内拉案子被霸天虎的店长顶了罪 女仆星人像是放弃了计划一样 一直没对囤通透动手 但是他们都知道 女仆星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而以爱美为首 武斗派的嚣张作风 很快也引起了女仆星人内部的不满 何美不在之后 上街发传单的任务就交给了男子 而这时 男子突然在秋夜园街头 发现了忍者打扮的何美 原来何美离开囤通透之后 去了忍者茶馆 何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何美 男子也没有逼她 忍者和拿着武器 打打杀杀的女仆不同 不仅安全还能隐藏自己 何美一直想说服自己 做忍者很开心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她一点也不想要做忍者 她想要做女仆的心没有变 但是她做不下去了 她什么都做不到 重要关头总是依赖他人 所以内拉才会死 她已经不想因为自己的无能 再害死别人了 所以她不能再做女仆了 男子把她遇到何美的事告诉了大家 不过现在何美不是女仆 而是忍者 第二天何美有人点名 她过去一看 居然是内拉之前的客人 他们听男子说 何美现在在这里工作 所以找了过来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推的女仆死了这种事 何美很愧疚 都是因为她害死了内拉 但客人并不是来责备她的 内拉经常和他们提起何美 说她将会是改变 秋叶园女仆的存在 临走前 客人将内拉的照片送给了何美 何美再次回到内拉被枪杀的地方 她还是退缩了 拉面店老板路过 请她吃了一碗拉面 何美害怕回到臀痛透拖大家的后腿 但是她还是想要报答内拉 老板说自己在秋叶园 开了这么多年的店 客人都开心的说还是老味道 但其实她家的拉面味道变了不少 因为有时为了不变 必须要做出改变 到晚 爱美集结手下朝着臀痛透进发 不过提前观察到敌情的臀痛透 很快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双方在楼内展开激烈交战 臀痛透寡不敌众 最后还是被逼入险境 正当篮子准备牺牲自己 给杰梦暗杀爱美争取时间时 电梯里突然滚出大量烟雾弹 何美带着人数回来支援了 她想清楚了 她还是想要当女仆 在何美的帮助下 臀痛透一举扭转局面 爱美也激伤了大腿 眼看他们人数越来越少 手下强行拽着爱美撤离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只要援军到了 胜利就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爱美万万没想到 雨桓居然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她 女部星人早就背着他们 和受乱士进行了协议 他们准备加入受乱士 双方联手在秋叶园生存下去 至于爱美已经成了妻子 爱美愤怒异常 但是败北已成定局 她让锦盛的手下离开后 何美和蓝子追了过来 何美是来做个了断的 但是爱美知道 何美不敢动手 这时蓝子举起了枪 如果放过爱美 对方一定还会来袭击他们 爱美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比起羞耻的狗活 光荣战死才是女仆的归宿 但何美却拦在了两人中间 内拉要她保持现状走下去 所以杀了爱美也没有意义 她不会原谅爱美 但也不会杀她 说着何美一拳放到了爱美 让她好好活下去 别再杀人了 她如果还是女仆的话 就萌萌心动啊 最后爱美似乎是被说服了 她放弃袭击洞洞后离开了 何美重拾出心 她会贯彻自我 做一个不让内拉蒙凶的女仆 爱美没有死在敌对集团手里 反而被已经舍弃她的宇环 射成了筛子 于是爱美夺取女仆心人总部 并反抗受乱世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 女仆心人中反对合并的一派离开 第二任代表宇环获得实权 然而失去了鹰派的女仆心人 不得不全面接受受乱世的要求 宇环的平等合并计划落空 最终女仆心人被受乱世 彻底吸收合并 秋月元进入受乱世 一家独大的时代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大白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